Hello 大家好 我是Mia 我今天特地上來深圳亭山 看一個達里的AI展覽 到了深圳東部的文化地標文化聚落 龍江最新開的商場 承接上兩集和朋友去深圳玩兩天一夜 介紹今次在深圳住的酒店 我們選了在龍江附近的酒店 這間酒店叫做龍江里朗屈錦香酒店 為什麼今次我會選這間酒店呢 因為是夠深了 在2023年落成的 一進來房間真是超級光暗 最喜歡就是很光暗的房間 門口位置有Panel 可以調校光暗的 今次我們訂了兩張雙人床 我們三個人一間房間 空間感都OK 有茶水提供 但這間酒店的房間 都沒有雪櫃 酒店有提供充電線 也有USB插頭 浴室空間感都很大 光濕分離 房間是智能碼桶 酒店知道我們有三個人入住 會用機械人運送多一套牙刷和拖鞋給我們 我們酒店包上早餐 三百八十多元一晚 三房居住 平均都是百多元一個人 酒店的早餐就不要太大期望了 只不過是為了吃飽你的肚子 有心形蛋和粉麵 麵包種類都算多 酒店都比較偏遠一點 所以我們就打車去回地鐵站 大運天地就是龍江最新開幕的商場 以戶外式設計來融入戶外公園 這個商場感覺好像在走日本的外面 我是八月初來這裡 現在的天氣真的很熱 走一會已經流汗了 建議在秋天和冬天的時間來會比較好 這裡有很多茶飲店 這間叫去山茶 超大這裡 有很多座位 包括湖外的座位 左邊就有一間咖啡店 這個商場結合了公園的湖景 對面就是大運中心 這天是開張學友演唱會 沿著湖這裡有兩層都是飲食 對著湖景看咖啡店喝東西都挺捨意 商場剛剛新開真的很多人 我們要把時間去搜尋 最後我們選了吃這間預見長安的餐廳 安排了一間房間給我們 這裡的食物非常精緻 但價錢非常合理 這一款叫紅塵飛子燒 是一個蝦球造成一粒粒綁在樹上 賣相很漂亮 這款肉酸酸甜甜多好吃 這鍋魚的魚肉很嫩滑很好吃 還有超足料 這裡也有很多串燒嬌 我們叫了羊肉串 牛肉和鯨肉串燒 味道不錯燒得很香 這一款的菜名我忘了是什麼 類似東波肉的菜式 看到它的色水就知道它的肉質很軟軟 而且很入味 這壺酒是荔枝桂花香味 挺好喝的 但太大壺了 我們這麼多人不喝都喝不完 這裡還有幾款手搖的飲品選擇 簡單拍一拍房給大家看看 吃完東西已經天黑了 我們到處逛逛 天黑又有另一番景色 之前我已經一早抹下 要吃這間玉蓮茶樓的蛋撻 這間蛋撻被譽為港版的BIG HOUSE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吃呢 這裡最多人買就是這款蛋撻 12元一個蛋撻 我試了這個蛋撻真的比BIG HOUSE 真的好吃 而且皮超級脆 我放了一天第二早上吃還是超脆的 店裡有少量的座位 買完之後就可以坐在這裡吃 我想試這個泡芙 但泡芙真的一般 可以不用試 這杯是他們主打的紅杏冰茶 但我覺得它的茶底並不是太香的茶味 所有蛋撻和泡芙都是外賣拿走的 這裡也有很多東西 我們用了一間生活用品店 看到有Care Bear的產品 這一款是手口水 看到一支支的方便 可以放在手袋平時拿出來用 價錢很便宜 也是15.9元 這間店裡有很多東西賣 很多精品 文具 也有很多芒頭賣 我看到這裡有很多細枝裝的梅酒 還有包裝很漂亮的酒 零食區還有超多零食賣 再走過去旁邊 就是一間買芒頭和玩具的店 這一天將來有演唱會 散場會有很多人 提我提我們在散場前 快點去搭車 否則就太多人了 西文化座路站 可以搭這個雲巴 雲巴是一個蒙人駕駛的風中鐵路 很快我就上了雲巴 雲巴雖然說是蒙人駕駛 雲巴雖然說是蒙人駕駛 但也會有一個職員坐在這裡看著 在香港可以直接坐高鐵來到平山站 走過去對面就可以搭到雲巴 這個出口可以直到書城 提回資料 想塑造平山圍深圳東部的文化地標 綜合美術館、展覽館、文化館 圖書館、書城、影院等等 也有多項文化功能 是一個佔地七萬多平方尺的綜合建築群 這裡有茶飲店、內雪的茶 有麥當勞、也有瑞恨咖啡 剛剛到埔也很口渴 進去內雪的茶買東西喝 我也是第二次喝 朋友介紹我喝這個芝士草莓 收穩完嬌嬌 不知道為什麼給了一大杯珍珠給我試 但我覺得太甜了 喝完就去看展覽 這條片播出的時候 這個展覽已經完結了 來到展覽館門口 我真的很期待看到這個展覽 一進去看見達利的代表畫作 現場看更加震撼 剛才大家看到的畫面 就是以達利的代表畫作之一 以AI技術呈現出來的 達利是西班牙的畫家 因為超現實主義的作品而聞名 他和北加索和米羅 並認為西班牙二十世紀 最有代表性的三位畫家 我今天來到深圳的文化最樂區 在平山一邊 這裡有很多藝術館 還有我現在是在看一個達利的展覽 達利的AI展覽真的很嘆為觀止 都是全部一個很沉浸式的體驗 看到後面整個area這麼大 是後面整個展覽這麼大 都是一些AI的 用達利的畫出來做一個技術 真的很嘆為觀止 這裡是後面那些像 這些畫 和達利的畫裡面呈現出來 真的很厲害 好美啊 看一下 我們的手 這次的展覽是將達利的三十二件作品 以AI技術呈現出來的 由於這天是平日 都沒什麼遊客 整個展覽被我們包場 這次真的被我們體驗到一次沉浸式的體驗 在網上也看到不同的AI展覽 如果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去他們的官網 看看之後有什麼AI展覽 回到展覽下面 有買一些精品 今天天氣很好啊 平山的圖書館 好美啊 這裡是平山書城 也很大座 現在我去平山站 一定要坐雲巴 雲巴站 雲巴的票價每人都是兩元 我們坐兩個站去平山的高鐵站 我也是第一次坐這條無人駕駛的輕軌 所以都覺得很新奇啊 一路到雲巴 我們走到對面馬路 平山高鐵站 前面的地鐵站 剛才在雲巴坐下來下車 過馬路 到這裡坐地鐵 深圳的地方 真是很大的玩一天 未必夠猴 如果大家都喜歡我這次兩日一夜的分享 一起去吃喝玩樂 今次去平山看展 坐無人駕駛的雲巴 到訪龍江最新開的商場 接下來還有更多影片介紹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記得讚好留言這條片 分享給朋友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的頻道頁面 按訂閱鍵 是免費訂閱的 按全部通知 有新影片就會通知大家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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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